到金門縣議會演講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兩岸和平掛嘴鞭 還有人贈送他兩岸和平莫保 台下民眾卻不給面子 超成一片 激進黨的楊佩華高喊郭台銘賣台 和郭粉一來一往 火藥味十足 八二三除了前進金門前線談和平 當然也得跟臺灣民眾說 因為同一天郭台銘大手筆 三大報頭版刊登半版廣告 內容是華盛頓郵報投書 唯有透過一中個表框架 才能開啟與中國協商 連連署醫院書都準備好了 連署登記建在銜上議員爆料還準備好八百台傳真機就等郭台銘一聲令下 傳出是黃珊珊前核心幕僚張家民替他奔走 張家民原本就負責地方組織 近期更積極延攬藍營和五黨籍里長 備好挺郭里長名單 那張家民就私底下想揪一些國民黨里長去 以狀聲勢嘛 連署的事 可是我們蔡秀琳主委 中正局的主委下令不准去 覺得台北市張家民 去找個一百個里長 我覺得不會太困難 組織戰空戰齊發 郭台銘也砸中金買下全台兩百五十面看板 敘事待發 一面說要喝和解咖啡 一面籌備連署 絲毫不給侯友宜 喘息空間 靜新聞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